天气适宜 做国好 羊梅丰收 那么产量增加之后 今年的具体价格怎么样 销售情况如何 继续来看 记者报道 在浙江先居一个羊梅种植基地 刚刚从山上采摘下来的羊梅 正在进行分解和称重 水果买首苏颖仪 正在查看今年羊梅的品质 她告诉记者 每年羊梅上市时 她都会来主产区看一看 今年羊梅品质好于去年 价格还便宜 第一批的订单量的话 我们是预定了一万斤的羊梅 去年我也来过先居这边收羊梅 那去年的话是减产 都买不到货 而且价格去到了一百多块钱一斤 那今年的话 它的产量是增加的 去今年的价格是去年的一半左右 在浙江南西马建镇羊梅研究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已经排满了外地客商的订单 这几天 他们正忙着安排工人上山采摘 以及羊梅的分类打包发运 已经开始24小时三班倒 我们的先锅收购价格 中植户告诉记者 随着羊梅采摘量加大 后期价格将有所下降 此外 由于新鲜羊梅保质期较短 一旦制交就会影响售价 所以产地各方也在尝试羊梅的深加工 目前主要有羊梅酒 羊梅饮料 果干 巧克力等 我们现在地头的收购价是10块钱 折算到单果是3毛3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加工成 我们的这个冻干巧克力以后 像类似于果冻一样的去我们销售 2块5到3块钱 据统计 截至2022年里 浙江新区县目前有羊梅种植户 3.3万户 羊梅和作舍450家 全县羊梅产值突破10亿元 全产业链价值35亿元 直接促进煤农户均增收3.3万元